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在春节党收获不少剧粉的景音之下 也算是任嘉伦事业的转折点 瞬间几身一线 已婚已欲 男明星也能够稳坐流量小生的位置 看来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之后在镜组的空隙当中接了几个综艺 新歌发表和晚会活动几乎是一个部落 保持着超高曝光度的任嘉伦自然提纯了不少剧粉 既没有炒作CP的后续问题 也没有粉丝担心踏房的顾虑 找上门的影视资源呢 让任嘉伦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直到大家期待已久的《御角记》开机 看上去有些销售的任嘉伦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据悉呢为了演出娇人的轻盈感 任嘉伦为此减重十斤 这样也就有了开机现场带着美艳效果的任嘉伦 对于剧中角色的需求呢 任嘉伦自然是会尽力达成 不过剧方对这位男主的态度却是不尽如意 对于女主这位流量小花呢 剧方可以说是花费了不少心思 连戏服版本都是按照其本人的要求进行修改 而最关键的路透照呢 也只是突出热巴的颜值 对待男主完全是可有可无的状态 不能看出剧方的双重标准 好在任嘉伦的团队呢还是比较硬气的 对于剧组在后期物料上的操作呢 都要团队过幕后才能够放出 为剧瘦身的敬业态度足以看出剧方和任嘉伦的不同格局 任嘉伦属于非常敬业的类型 拍起戏来呢就是百分之百的投入 在玉角剧他饰演的是娇人 所以在开机仪式上也可以看到他的新造型呢非常的独特 不仅是长篮子还化了烟熏妆 整个人看上去和角色之间的感觉非常接近 除此之外呢他还需要减肥十斤左右 这也是为了和角色更加贴合 因为只有瘦了才能够演出人鱼的轻盈感 电视剧呢已经开拍 减肥也应该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进行的 想要快速瘦身所采取的方式呢 不会非常循序渐进 之前罗文西为了拍摄好一行 就暴瘦让大家担心 任嘉伦呢也是敬业的演员 但减肥这样的事情 还是要在保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进行 最近几场活动呢都没有见到任嘉伦的身影 三月份的行程出来后 发现一个月内也就有只有三场活动 剩下的时间呢应该也都在剧组拍戏 他的产出量还是非常大的 上一部合作白露的一生仪式 还没杀金多久就迎来了新剧 在电视剧的拍摄方面呢 粉丝是无需担心是否会产生空白 同剧的女主迪丽热巴 在刚刚过去的微博之夜 又用一套COS澳大利赫本的造型经验全场 热巴每次大型活动的造型呢 最后只让大家剩下了杀疯的感叹 热巴最近几次的红毯造型呢都堪称一绝 尽管如此在影视剧方面还是在不断的产出当中 长歌行呢马上也要定档播出了 《玉角记》又合作任嘉伦 真的是强强联合 除了电视剧的拍摄呢 两位在这个合作之外 也会有其他的拍摄活动 届时呢也是以双人形象亮相的 也算是为电视剧作为宣传 《玉角记》又是一部爆款预定了 大家期待迪丽热巴和任嘉伦合作的这部电视剧吗